那阿魯怎麼樣啊 就不要換衝 它的油耗 我目前為止穩定輸出 大概是19.9 那不錯啊 以一台公車級仿在來說 你把其二塊跟1R6一樣 你這樣子是公圍1R6還是在湊 然後我上去的三角的話 大概到幾點 你看我就不會有你這個問題啦 你看 好啦60萬賣你 對啊 可以低一點嘛 好反正我們今天想說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成員有哪一些 我就找第一個跟我拍最久的就找詹姆斯好了 對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騎詹姆斯的馬力狗 阿魯1000 欸幹阿魯1000好像挺慘的是不是 對 然後歐洲驗不過對不對 因為它環保法規驗不過 然後車不想改團 因為就是窮嘛 1600 嗯 然後砍一半 就剛好800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GS8S 所以以後四缸就要絕種了對不對 沒錯 台灣少數能買到的1000沒有EM哥馬力的都要被砍掉了 有阿你可以買它的那個阿小孫子 叫做BMW S1000RR 因為他就參考它引擎變出來 小孫子應該是那個吧 小阿魯吧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跟詹姆斯出去騎一趟車 很輕鬆的騎一趟車 然後還有就是他這台車的開箱 那還好你是現在拍 再過幾個月我搞不好 就賣掉了是不是 新一盒我就換車了 好啦你看你看 詹姆斯就是一個標準夾油箱的人有沒有 整個夾都爆掉了 我的褲子也是阿 對 你那個是貼膜嘛對不對 不是他是紙花貼 反正就是貼的阿 他會被我幹爆 好那我給你看一下我貼的新東西 可是我不是貼車 你不要跟我說這是樂高那一套阿 沒有阿這進化了貼的還不錯吧 我昨天貼了三個多小時 靠北貼超久的 果然是DIY樂趣無窮 對啊我還有樂高要組 對不對 好啦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 好路上再跟大家聊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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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記得很久之前 我們在台山拍過一個危險路段的開箱的 曾經有一個A1事故發生在那一個環箱 我記得這邊不只一件其實好幾件 然後這邊是俄眉的89到90K這一邊 然後其實它這個是 你知道它是後來才做的嗎 就是我們103K那個時候 我算是我們很早期的一支影片 然後做完之後那一支回鄉很大 然後那個後來當時那個道安會的謝紫密 他就有看到 因為他家人也其實住在苗栗這邊 所以他帶施工單位過來看 對然後就是也後來有些問我一些意見 然後103K才改到現在這個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有沒有效有效嘛 就是死亡人數其實大幅下降 而且103K現在又繼續改 然後後來就是新竹這邊的那個就是會堪的時候 就是綠檔的余小金他們就是來這邊會堪的時候 他有問我跟就是交通安全學會的一些意見 然後就是最後他就等於是比照103K的做法 做道路縮減 還有一個新的那個叫特速照相 對有一個新的特速照相在這一邊 然後南下有一支喔 兩下都有喔 為了你的安全也為了你的荷包一定要減速喔 還有為了你的牌為照相 現在只要40就掰掰囉 對然後反而他就是這樣子一路這樣子 從原本的四線車道說到現在就是這樣子啦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 James最喜歡當的就是超商集市 不下車只進超商那一種 就是超過200公尺你不會不走那一種 沒有就是不吃什麼美食啊 不吃什麼網美啊 我只吃便利商店 對 好我們先去便利商店 然後來開箱那個James的車吧走 Funky Beat You better Punk your head up to the sky I'm gonna roll with you Till the day I die 來介紹一下你這台阿魯啊 我曾經的夢想車 你的K6現在變成2018 但是我 你知道我跟我女朋友講 他一直在想說他下一台車要騎什麼 那阿魯怎麼樣 他就不要回頭 先問你啊 你為什麼會想要買這一台 因為我騎第一台車是凌目 我對凌目的印象不錯 哪一台SV650 對啊SFV650 還是他的前一代 對因為我覺得凌目的車第一個耐潮 你可以稍微忽略一下保養里程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車子給你的東西相較別人比起來 划算一點點 配備多一點點 但是其他的東西相對簡單一點 像別人有全彩螢幕 他還在計算機式的螢幕 我覺得很棒阿 反正你都看不到阿 你其實有在看螢幕嗎 對不對 現在要看阿因為會超速阿 好啦我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還要買這台車 因為他算是公升仿賽裡面最便宜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現在能買到的全新四缸公升級仿賽 也沒了 我覺得我先問你一個感受上的問題好了 最爽的是什麼 最爽的是什麼 當然這種公升級仿賽 你最想要的就是可以試一下 那個表底299是什麼感覺 但是阿魯比較強的部分是加速 對他如果從0加到200這個過程 那個加速力道非常薄 阿魯的低轉有扭力涌出的感覺 雖然一樣是四缸會延遲 但是他的馬力扭力都會來得比較快一點 就是他可能不用那麼高轉 他虛弱的部分可能是在220-230-300這個過程 但他前面這個過程可能會比別人快一點點 夠了啦220-230還有再上去嘛 對不對 那還有呢其他有沒有其他很爽的地方 他的秀阿是最頂的BFF 就是大家看的到底是氣瓶 對 他是有一個緩衝力的避震 我覺得避震前後給我的感覺是 原廠絕對夠你99%以上的用途吧 那那一趴是什麼 塞道仔 塞道仔 在這顆引擎上有什麼缺點 你覺得呢 大家都知道他被環保法規淘汰了 為什麼他被環保法規淘汰 因為他的引擎 N年沒有改 他那個排氣閥門我個人覺得 是這台車很大的一個缺點 因為他沒有用電磁式的 就是電磁式的設計 他是用傳統的鋼索加四伏馬達 所以第一個四伏馬達超容易壞 再過來那兩個閥門 前段有一個閥門後段有一個閥門 時不時會發出金屬敲擊聲 哈雷還要掛鈴鐺 你的自備鈴鐺 不用我驅魔鈴自備兩顆 自備鈴鐺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 閥門這件事 是讓我非常不爽的一個體驗 然後你騎到某一個轉速他又特別長 因為金屬共鳴 就是我覺得其實重點在於 所有的車都會有共振 電動車可能沒有 可是重點在於他的共振 或者是在哪一個轉速帶 你如果剛好就是落在 台灣西兵最常用的 110或是到130這個定速的時候 你會很痛苦 他的共振大概 如果我的體感沒錯的話 大概是6檔167的狀態 會有一個很綿密的共振 那我覺得還好 因為一般不會用這個 這個時速長時間巡航 他剛剛你有講到他的懸吊 可是在這個懸吊 他帶來的琴姿你覺得如何 對 以仿賽來說這個使用邏輯是 你要征服多彎道路 那你的回彈這些東西 就要調的比較硬 對 但如果你要征服西兵那種長直線 你要保持一點緩衝的彈性 對 所以以我的個性我就調一個爆幹硬 然後西兵我就頂到費把它騎完 反正就忍一下撐下去了 忍的本體就是一個避震器 好 那我現在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這台車騎到現在 除了剛剛講的那樣 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很不滿的地方 因為這車總帶你進來的時候是188匹 為了得到原廠給你的202 有去刷過電腦 但是刷電腦這個過程中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第一次買刷電腦的車 所以花了不少學費去理解這件事 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有一個小小的優點 可能因為我騎車的方式 公升級了之後我就會比較 檔位比較高 它的油耗 我目前為止穩定輸出 大概是19.9 那不錯啊 以一台公升級仿在來說 你把它騎了快跟1R6一樣 你這樣子是公為1R6還是在湊 沒關係啊都不錯 坐姿的部分啊 我身高183 但是我183坐下去的時候 大家看得到這裡爛掉了 這裡是我膝蓋的弱點 就算是我改了直腳油箱 我也磨不到上段 我覺得那是你腿太長的關係 自己活該 我還改腳踏後移耶 我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以一個168公分 69公分的男人騎跨車來車怎麼樣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低一點啦 然後我上去的三角的話大概到這邊 你看我就不會有你這個問題啦 你看 好啦60萬賣你 對啊 可以低一點嘛 你覺得你改了哪些東西 是值得跟大家推薦 不用每下都講 發電腦 雖然它帶來了很多學習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享受到 202P然後油門1比1的比例之後 你會對你的公升級的動力 有重新的認識 你會捏得非常準 因為你只要一下車子就會衝 那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CP值最高的 當然就是最靠近地面的東西 就斷框 斷框 讓你翻彎的時候輕鬆很多 6萬8 還行啊 那還有什麼 拿一些東西 然後直角油箱 我自己看到的就是你的Carbon油箱 它最主要是改善你的騎乘姿勢 就是 你在側掛或是你在轉移身體的時候 你有一個比較大面積可以 把大腿靠上去的空間 滿足99%了啦 其實如果你對動力沒有要求 你的188匹也是很夠齊 本身台齡是滿有誠意的 沒有給你剪個80匹 再剪100匹 這樣 對啊 剛剛聽你介紹完 就讓我回想到 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阿魯K5 一代經典 那個時候就是我想要買 繞我一大圈 結果我的夢想好像還沒有實現 不然這樣子 那還有500收好不好 500收是沒辦法 我可以便宜50萬賣的 這個反正就是回想起 就是當年想要買什麼 喔準 準我騎過啦 對然後還有什麼就是 喔那不然買阿魯好了 嘿嘿結果最後買1R6 嘿嘿就對了 好啦反正我們今天大概就是到這邊啦 對啊那你自己 你就說吧 你下一台想要換什麼 我已經買了 我買了一台白牌滑胎車 CRF250改滑胎 喔那不錯阿 就等你騎到不要騎 我也這時候來我就騎 我借你騎一個月都沒關係 反正那就通勤車 那所以你下一台大車想要買什麼 大車喔沒想法 因為我覺得已經馬力馬病了 嗯 就騎到宮頂的時候 這叫什麼高速不是很寒 看你下一台大車騎什麼 我們再來開箱吧 好喔 然後可以再去下留言 對啊到時候我們自己的下一台車 想要騎什麼 不是你的夢中情人 讓我們準一下 對不對 哎呀你要騎哪一台大氣門 你知道嗎 你要騎哪一台代修車 對不對 OK的 好你就這樣拜拜 拜拜 拜託